二方面我们希望这些受苦的众生赶快超度 这个就是慈悲 我们是佛教徒 身为佛教徒 要对其他的宗教或受苦的众生大慈大悲 这才叫佛教徒 并不是拜佛是为自己的 佛教徒是为众生的 释迦牟尼佛舍掉自己的欲望 全力享受 视线出家成佛 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所以我想各位每天都要超度 每天都要招勤 每天都要回向 因为这个世界每天每天都有无量的生命 在被杀 被吃 被煮 而且我再讲一个事实 讲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当你正在吃一只鱼或肉的时候 它还在痛 所以有很多那些被杀的猪 护在人身上 告诉人类 你们不要以为我死了 在切在煮的时候 我没有在 那个时候更痛 我被杀的时候只有一两刀的痛苦 被煮的时候是一刀一刀 一个嘴巴一直咬在我身上 那种痛苦没办法形容 所以我们特别人类很喜欢吃的那个 刚杀掉的猪啊鸡啊 比较新鲜啊 刚死掉的鱼啊 那个是最痛苦的时候 就像各位你现在拿个嘴巴开始咬你的手 开始咬 咬到它没有肉你慢慢咬吧 那种痛苦没有办法形容 所以希望各位 听佛的相信因果 相信众生很苦啊 我们不要再自私了 我们要体悟众生的苦 这个叫慈悲心啊 许多科学家们都说 解决全球粮食危机的第一步 首先应该是以素食代替肉食 如果我们大家都吃素 那么我们一定能将饥饿 逐出这个星球 那时孩子们将能获得足够的营养 从出生到长大 他们将生活得健康和幸福 牲畜们也将真正像野生动物那样 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中 再也不会被迫大量繁殖 养肥和土宰 吃着本应属于饥饿人民的粮食 科学家们估计 未来食物的需求 将大量依赖于植物蛋白 许多西方国家 开始投入大量资金 用于研究如何 从黄豆粉中 提取美味的植物蛋白 但是 中国人已经在这方面 走在了前头 几千年来 他们一直从豆腐 和其他豆制品中 获取优良的蛋白质 素食是未来的饮食方式 是我们人类必须再次选择的饮食方式 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 更重要的是 要挽救世界上许多人宝贵的生命 今天的素食者是未来人类的榜样 他们为所有的人指引着一个方向 人们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素食的利益 认识到若听任目前的现状发展下去 而不加以纠正的话 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如果我们将用来味深处的古物 供给那些贫困和营养不良的人 那么世界上也许再也不会有饥饿的人 如果我们将食肉量减少一半 那么我们将有足够的粮食 可以让所有第三世界的人民吃饱 了解粮食短缺背后的真实原因 是懂得正确利用世界资源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们 大力倡导推广素食 以解决我们这个星球的粮食问题 因为吃肉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你要了解说 我们活着是为了利益重生 你不能说为了我要做县市长 为了我要漂亮 所以我去杀动物的皮毛来穿 来抹它的油 抹那个麻油就不会有皱纹 所以那这个我宁可不要 宁可死 今天你得癌症 医生跟你说 你只要去杀一只狗 然后吃它的某个地方 你癌症就会好 要不要杀 不行 你要教命 这个叫纪律 这个叫慈悲 我临死也不要伤害任何其他生命 今天都没饭吃了 没有饭吃 你叫我吃肉 我临死也不吃 弥勒菩萨就发这个愿 宁可挖我的眼睛 宁可挖我的骨髓 破我的身体 我也不吃众生肉 我不会为了我活 而伤害到其他生命 愿了我将来成佛以后 我的世界没有动物被杀 没有人生病 大家都长寿 这个就是菩萨 菩萨找到永恒的生命 而不是一个短暂肉体的生命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各位你在取舍的时候 我现在冰得要死 叔叔今天皮给你穿 我没有的 我冰得是没劲 我不要穿皮 我拿棉被给我割 棉被没劲 但是如果是什么蚕食的 我不要 我宁可盖古早的米肥 顶口顶 顶到这样 抵得很苦 当初没有人去割动物皮毛 什么捐尸 什么鹅龙 对不对 这个不要 昨天有一位居士送我 师父天气冷 我妈叫我拿一个鹅龙给你 送给你盖 我当然说好啊 回来要粘嘛 做粘 不是要盖 要粘粘 因为人家买来了嘛 对不对 但是不是要盖的 我又要去 我又去买到一个叫人造丝 但是至少睡得安稳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这个叫戒律 这个叫慈悲 所以像我有一阵子喉咙不好 有个中医很好 哎呀师父 你这个吃我这个药 保证没问题 但是里面会加一些什么 龟壳粉 我说那我不要吃 没意义 不要给我加那个 你说加那个才有用 我说不行 好不然我身体像乌龟 不行 我欠乌龟债 我喝开水喝开水 你要给我 你要给我 不要有伤害其他生命的 希望大家守这个戒律 好不好 要守好 你别说这变得很好吃 上头还沾两个你再吃下去 你不慈悲啊 明明上面有蛋啊 对不对 你要超度它 你就不要伤害它 还有替代品 不是没有替代品 所以有一次生日 大家唱谁知是香港 生日快乐 然后唱来唱 老板你蛋糕终于出来了 我就问有没有蛋 有 不好意思 请我玩的 我没讲 我没有蛋的蛋糕 不要吃 有唱就不错了 为什么你生日 那那些母鸡很苦 对不对 优优独 тож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越过幽臂小径后 放眼望去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生园 位于嘉义县民风普世的梅山乡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志业中华护生协会 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 陵墓从域 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 滋养着许多雾命 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 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 不同的区域内 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 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 当欲望围栏接近 狗儿们就愈加热情 此起彼落的叫声 好比狗儿们的欢迎混合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 美之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 五步烙印在脑海里 令人难以忘怀 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 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 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 珍惜这难得的喜悦 愿此回忆 长存彼此心间 梅山护生园中 不同种类的牛群们 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 像是黄牛 羹牛 水牛 乳牛等 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 有的牛儿张口大蛋木草 玉米 古物等素食饲料 有的嘴里仿出食物 有的做某某生物 被牛儿铁饰首部的同时 与之四目相交 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 欢迎着我们的到晚 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运作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 皆能与此安详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美山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图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账号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苏伟如 防疫期间除了注意个人卫生 勤洗手 少用手碰眼口鼻外 什么时候应该要戴口罩呢 一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 二 进出医疗院所 三 去人潮拥挤的地方 四 空气不流通的密闭空间 另外 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应全程戴口罩 例如搭电梯或开会时 也提醒您 当有出现发烧 咳嗽等 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时 也请戴上医用口罩 紧速就医 防疫期间 正确佩戴口罩 并注意戴口罩时 手部卫生 少碰眼口鼻 口罩使用后丢弃垃圾桶 共同为健康搭起防护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